普京的方案足够诱人 欧洲的选择令人意外 但形势正在发生改变 大家好我是肖云华 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今天我们来聊聊 普京向欧洲跑出诱人的方案 令欧洲感到十分的意外 在近日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州国际论坛上 普京表示 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国家的制裁打倒 会继续确保能源稳定供应 面对整个欧洲出现的气荒问题 俄罗斯也给出了应对职策 只要欧洲各国需要 俄方还可以继续通过 北溪二号一条支线管道 向欧洲提供天然气 而且只要欧洲同意 俄罗斯还计划在土耳其建立一个中转枢纽 土耳其可以成为向欧洲供气的主要路线 为了表示诚意 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 只有目前市场价格的四分之一 这就是俄罗斯的态度 对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欧洲人来说 这个方案确实足够诱人 和俄罗斯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方 就是美国的表现 随着欧冲突的爆发 美国拉着欧洲各国一起对俄罗斯 发起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欧洲采购俄气量也在急剧减少 美国则是乘机拱占欧洲的市场 根据书记统计 仅在今年的前四个月 美国出口的液化天然气就有四分之三 都运往了欧洲 今年上半年出口的欧洲的天然气数量 就已经和去年的全年相当 美国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液化天然气船 驶向欧洲 较大程度满足了欧洲 今年过冬所需要的天然气 美国提供天然气不佳 但是一艘运气船 单趟就要赚取1.5亿美元以上的暴利 价格比俄罗斯高出好多倍 即便欧洲接受美国的价格 美国提供的天然气和石油都无法满足欧洲的需要 欧洲会如何选择呢 一边是普京主动跑出橄榄枝 俄罗斯承诺数量管购 而且距离也近 价格优惠 另一方面则是欧洲的盟友美国 既要付出天价 数量还不够 现实确实很无奈 欧洲多数国家暂时还是选择了后者 尽管普京的方案很诱人 几乎让人难以拒绝 尽管单单在天然气这一项就给欧洲带来了3000亿欧元的损失 也尽管美国在疯狂割欧洲的韭菜 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有怨言 但是多数欧洲国家还是对俄气说不 欧洲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最艰难的路呢 其实这点也不难理解 第一同意普京的提议 那就是在给俄罗斯增加收入 他们的制裁也就宣告无效了 第二普京的条件再诱人对欧洲来说 那也是敌人的东西 他们不可能屈服 因为一旦屈服就意味着他们对俄斗争的失败 第三如果继续选择俄罗斯的能源 怎么能体现出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呢 第四美国不会同意 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发动这场代理人战争 除了消耗俄罗斯之外 就是要掐断俄欧能源合作 帮助美国强占欧洲能源的市场 怎么会半途而废呢 不过任何压力都有一个发指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欧洲各国政府都要将面对劳备性的问责 欧洲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也不会一致忍耐美国大发战争财 塞尔维亚还有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和土耳其 匈牙利和土耳其都坚持和俄罗斯友好 并且保持着稳定的能源供应 如今保加利亚 意大利也放弃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 积极地向俄罗斯采购能源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欧洲 内置欧盟成员国承受不住压力 到那个时候 俄罗斯在液化天然气方面 会迎来一个大的利好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